美国海纳渔夫和新西兰Lelly采访金华 今天我们邀请在新西兰奥克兰的Keyney 跟我一起来交流一下就是美国加州 因为我们我不敢说美国 因为美国那个太大了 每个州的交易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谈美国加州 和那个新西兰的房产交易的一些差异 Keyney我知道在这个行业 做的时间也很长了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能做十年 坦白说很少吧 在美国我认为只有2%的人群 能够躲下去 1%之98的人都会滚蛋的 你在这个行业躲应该是非常很清楚的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净的 赵美国我认为是这样 1%之98的最后干的都干不下去 我在奥克兰 我是2011年开始做的中介 现在11年了 12年了 12年了 就是20%赚80%的钱 就是20%的中介赚80%的中介的钱 大部分中介可能连新西兰的平均工资都拿不到 比如说我们平均工资可能 比如说3万或者4万一年打个比方 我也不知道新西兰来平均工资是 记不清是多少 但是大部分的中介的一年的收入 可能还达不到5万块钱 还挺普遍的 就一年可能就卖一套两套房子这样子 我们这个行业就包括像美国 很多人认为 就是我来考个执照 我一年不买多了 卖个三五套就行了 我就能给养家虎 他想的太简单了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很简单 你要么做大 要么做死 你的资源同学朋友 可能就一两年 在资源一枯竭过后 你如果不能持续 你就做不下去 大致的一个格局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我们聊一下加州和澳凯南的差异 第一个问题就是 加州和新西兰一览房产的市场形态 是不是一样有哪些差异 加州这款 我先说一下加州 加州这款的完全就是绝对的一个市场法 两个一个住房一个投资 我们在新西兰那边就是对房子这个市场形态 就是还是分为投资和资助这两款 是不是这样的 这肯定是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跟新西兰 跟那个新西兰还是说美国 还是说其他的国家 他其实买房子无非就是几种需求 一个是资助刚需 对吧 另外一个就投资 养老的将来一个租金回报 或者我作为他这个将来的生殖空间 我赚取中间的利润 肯定就是两种主要的人群 主要的买家 应该我觉得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那么新西兰的这个市场 就是说它有没有限制 就是说对了个买房投资有没有限制 是这样子的 新西兰呢是在 我们如果投资 如果你是在一定时间内卖出 你盈利了 那么你是要交税的 那么之前的 比如说明线的可能是两年 后来变成五年 那到现在变成了十年 也就是说 如果你买投资房 你在十年之内 你出售 那么你赚取的中间的利润 你是需要交增值税的 那大家知道 新西兰是没有遗产税的国家 就是如果你是买自住房 你出售以后 哪怕你只住了几个月或者一年 就很短的时间 你把它卖掉 只要你证明是你自住的房子 你卖掉的价值 增值的部分 你是不需要交税的 这个我觉得是吸引很多 这个买家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说新西兰十月份呢 会有个大选 那么大选 如果要是国家党能上台 那么国家党现在他承诺 如果他上台以后 会把这个投资房的明线 由现在的十年改成两年 那这个将对市场 如果真的国家党上台 而且真的兑现他的承诺的话 这个对新西兰的房地产 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新西兰它对这个买投资房 有没有限制呢 没有限制 你只要有钱 你只要能贷款 或者你只要有贷款的要求 你只要有钱买 你买多少套都可以 只是说如果你不到十年 目前是你不到十年 你就卖掉 你赚的钱的部分要交税而已 这个好像我觉得全世界 应该都是差不多 很少有说投资房卖了不交税的 但是我们新西兰前几年 就是没有明显 只要你能证明 就是说你买房 最开始的买房目的 是享用于长期投资 长期收租 而不是这种短期倒买倒卖的 你只要数据不界定 你是这个就是买卖房子 为你的职业的 那么你其实增值的部分 是不交税的 但是你不能过于频繁 你比如说你两年之内 你你连续买卖 两套以上的投资房 那么税务局肯定就会觉得 你这个有很大的 这个倒房子的行为 不然的话 如果比如说你三年四年 在之前你卖掉一个 你的投资房 哪怕你就挣了一百万 或者两百万 是不是都会找你的麻烦 你都是合理合法的 不用交你的这个增值的部分的税 新西兰其实中产以上的 就是基本上几乎都会有 我是说中产基本上都会有两套 或者三套以上的房子 就是说其实大多数有贷款能力 然后也有点首富的人 是很愿意在新西兰买投资房子 因为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没有太多的比投资房地产 更适合的投资渠道 它可能不像 比如说我们美国这个 有很多的比如你股票啊 基金啊债券啊 或者我们这个中国 有很多给老百姓的投资项目 那么新西兰呢 比如说你要是做股票 你是需要专业的经纪人 那你自己不能控制你的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大部分 普通的百姓来说 还是更愿意投资到房产上 因为毕竟从目前为止 新西兰的房子长期来看 都是一直在上升的 当然短期的小幅波动 比如说我们这次 从这个2021年最高点 到现在比如说2023年 我们中间有个两年的一个小幅 有个下跌吧 其实不算小幅了 数据出来差不多 达到了20%到30% 但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 市场慢慢的开始回暖 尤其是投资客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是投资盘 是很难卖的动的 就是价钱也非常不好 但是从今年4月开始 然后7月我觉得进入一个 就是投资客很明显的 非常活跃 很多盘都开始出现了争强 有点要回到2021年那种感觉 非常感谢大家的感觉 谢谢大家的感觉 谢谢大家的感觉